哈囉 今天要跟大家開這樣東西比較特別一點 這個就是小薛的新家 其實在日本買房這個事情啊 影響很久了 只是到真的要買的時候 過程也順的讓人家覺得很驚訝很意外 從開始決定說要買房 然後找房到簽約是一個月內的時間 然後真的蠻開心的 所以說現在簡單開箱一下 Let's go 然後這是位於千葉區船橋市 一個閒進住宅區的透天 然後現在這個地方是停車空間 那整體的土地面積是89.69平方公尺 27平 那房子裡面的面積是86平方公尺 26平 然後從這邊開始看到說 標配有帶有攝像鏡頭的門鈴 然後油箱 然後門 對 然後這邊其實可以看到一個蠻妙的設計 就是怎麼會面對外面有個很大很大的落地床 那這個房子買完之後 我會請建商家做一個鐵門 把他封起來 就是安全性跟保育性的兼顧這樣子 好那我們就來進來看看 這裡是玄關 拖鞋的地方 然後走進來呢 就有一個小走廊 還有鞋櫃 簡單開起來看一下的話 就普普通通 要放一家人的鞋子啊 會出門用品啊 應該都不是問題 這個設計我很喜歡 這邊的話也可以把隔板都拿掉 然後放一個撐的架子 把這邊當成說一些出來的外套啊 可以放這裡 好 上面有一個櫃子 好 然後進來看到的話 我們先來看客廳 對 這是客廳的空間 那這邊客廳的話是17.12帖 然後有一個大窗戶 跟通風窗 然後落地窗 打開直接就是 看到外面 對 然後其實通風採光 這樣當然是很好啊 但是就 因為隱私跟安全性的關係 這個勢必是要做成 鐵窗的 然後它的玻璃啊 可以看到說是雙層玻璃 所以說 冬天啊 不會有節路的情況 然後隔音也比較好 然後這個空間 相當 相當大 相當不錯 對 很好運用 我估計呢 電視應該是會放在 這個地方吧 對 然後那這邊就會 變成 通通一堆的阿咪包這樣子 等於是把我家搬過來 然後 這個的話 嗯 好 有通電 對 這是剛剛看到外面的視訊門鈴 就是 有人按門鈴啊 它這個機器很厲害 它會自動把那個 按門鈴的人的臉拍下來 然後你就看說 欸 是誰來過 然後是不是外送人 怎麼樣之類的 好 然後這邊是 中島式的廚房 然後系統家具都是全部 包含在這個 買屋的價格裡面 對 然後看一下這個 嗯 有蠻厲害的水龍頭 然後可以可以可以 應該是可以轉移什麼東西 對 好 然後 三口式的 瓦斯爐 然後這邊的話是用 呃 台灣所謂天然氣 那日本瓦斯所謂都市瓦斯 就比較便宜的 的瓦斯不是桶裝瓦斯 然後抽油煙機 然後這邊有一個 呃 廚房有一個排風扇 然後空間真的蠻大的 就估計說這邊擺了冰箱啦 然後再擺一排架子 來放東西的話都會很方便 然後也都有準備好的插孔 就是讓你放電鍋啊 冰箱 微波爐這樣子 然後再回到這個 它這個是可以烤魚的瓦斯爐 但是其實 之前很麻煩 所以我就不是很喜歡用 然後收納 非常非常的大 對 對 用起來應該是蠻方便的 對 好 然後呢 這個地方 還有一個 有趣的小設計 這樓梯下面呢 就是哈利波特的房間 對 這樣 那看就 可能就收一些東西 來用的這樣子 OK 好 然後再讓我們進去到這個 這個小咖咖腳 這邊呢 就是廁所 對 以空間來講的話 這個空間是相當不錯的 對 不會說太急 然後 有強制通風 然後也有一個窗戶通風 然後 已經 有全新的免治馬桶了 對 非常好 這是一個很不錯的設計 好 然後到這邊呢 就是所謂的 你知爸爸裡 那就是洗浴空間 這邊的大洗手台 這我很喜歡 它的水龍頭是還可以 這樣子 拉開的 對 你要洗臉啊 或是什麼 漱口什麼時候 這種這個設計很方便 然後像這種 系統的家具 後面當然就是可以擺東西這樣 然後下面也可以收納 對 頗基本的 然後這個地方就是 嗯 放冷氣 不好意思 不是冷氣 是洗衣機才對 放洗衣機的空間 然後那它的 水的 水啊 配線啊 排水的配線啊 然後插頭啊 都已經做好了 然後這浴室我超喜歡 對 相當大 然後完整的系統的 嗯 整個一套的浴室 是還有 這所謂一種浴霸 它可以乾燥 然後有暖氣 然後也可以讓它有涼風 然後強制換氣 那裡面呢 也很厲害 除了說像基本的水龍頭 然後它的溫度是像這種 很像那種 呃 旅館那種有沒有 對 就是你是直接這樣調溫度 然後是水量 好 然後這個的話 就是它可以讓你的 純的洗澡水 可以透過這個系統 循環加熱 就是說你前一天洗完澡的水漏掉 你覺得水很浪費的話 你是可以用它再加熱的 然後你就可以每天 呃 不用浪費那麼多水 然後去泡很熱的洗澡這樣 然後有一個風 嗯 大很大的窗戶 可以讓它通風 對然後 然後還有防止 嗯 那個熱水的溫度 跑掉的蓋子 硬硬去洗 然後上面有很大的 強制通風扇 好 對這個浴室 我是非常滿意的 好 那 這邊 也是設計的拉門 感覺相當不錯 好 那讓我們上到二樓來看看 嘿咻嘿咻 通常 如果日本的小房子的話 樓梯會很陡很窄 對 但是我覺得這個 它 嗯 已經算是 相對來講 非常不陡的 對 然後那窄是有一點點拉 有些比較大的家具 我會擔心說怎麼上來 但是應該 用心一下還是可以 對大概就充電吧 好 然後樓梯這邊 也有一個很大的窗戶 像採光啊 然後通風啊都沒有問題 好 那到樓上來的話呢 有一個小小的走廊 然後有分三間房間 那我們先來看 最大的 欸不對 你要反過來 我們先來看最小的 它上面這個是五鐵 這個是一個五鐵的 五鐵的房間 這是這個 這個是最小的 然後因為格局方正 然後都有很大的窗戶 大窗戶跟很大的通風窗 然後這邊甚至連電視天線的天線口 然後 插頭 這樣有四個通風都有 然後我非常喜歡這個房子的一個重點 是來說 它的衣櫥都超大 真的超大 超爽 對空間運用非常方便 對這是真的非常爽的事情 對這是人整個可以 很輕鬆走進來的 這麼大 這樣 好 然後這個是第一間 是最小的房間 好 然後再來 隔壁 第二間 那第二間的話它是六鐵 對 然後那它同樣有一個非常非常大的窗戶 對通風 然後 嗯 一樣有一個超大衣櫥 然後這個衣櫥 嗯 這樣目測看起來還比剛剛那個大上不少 前一個 對 超大的衣櫥 然後同樣格居方正 一樣也是由電視的天線孔 跟插頭 然後附帶體 其實它每個房間都有一個小小的這個東西 這個是可以讓它那個整個房子 強制換氣的一個設計 對 所以非常非常的棒 然後附帶體 嗯 冷氣的 安裝的地方啊 供電啊 也都有 好 好 那再讓我們去看到主臥 然後在主臥旁邊呢 有一個另外一道門 這個小的門 那就是二樓的廁所 對 然後 同樣也是不會有壓迫感的空間 然後有一個 嗯 小窗子 可以打開通風 然後強制換氣風扇 同樣二樓也標配了 免治馬桶 不用再自己花錢去裝 很棒 好 好 然後 然後 主臥 主臥真的是 超級滿意 對 一個大落地窗 然後 外面有 央台 這隻最大的是氣鐵 對 然後同樣是 方正格局 所以說很好運用 然後呢 這邊有 大窗子 然後 如果說是開另外一邊好了 對 假設一下 開另外一邊 好 這樣不會跟隔壁對望 是還不錯 然後 因為日本房子 所以說跟隔壁的距離都不會 都不會太遠 這樣子 有點像可以實現那種 嗯 日本動漫卡 電玩啊 青梅竹馬 就是住隔壁 然後可以這樣子 可以這樣交換 交換東西的感覺 對 好 然後 然後 主臥 是兩個大衣櫥 是剛剛看到的那種兩倍 嘿咻嘿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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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這樣子 兩個超大衣櫥 對 所以放東西 非常非常方便 然後 來看看 外面的 陽台 不算大 但是一樣就是 防震格局 所以說 運用起來很方便 然後 因為這個房子呢 我看一下喔 它是 呃 面南 南向的 對 然後 稍微 西南側 對 稍微 我們現在時間是下午 下午 嗯 三點吧 現在兩點半 對然後兩點半的陽光 是這種感覺 對 所以不會有攜帶問題 然後 早上起來 肯定是很舒服的 嗯 視野還行 這樣子 然後可以感到 真的是 閒進住宅區 都 都沒有人 我曾經 特地為了調到這邊的情況 半夜十二點 來這邊 然後 車停好之後 在這邊待了一小時 我要知道說這個附近居民的情況 大家超安靜的 你知道嗎 安靜到反而我覺得有點壓力說 哇 那以後我住來這邊之後 是不是 不能夠 打電動再搭診之類的 好 以上 就是 小區的先家 介紹 那 最後最後呢 就是價錢問題啦 關於價錢呢 先來重複一下 這個 物件的 硬條件 那 土地面積呢 是大約九十平方公尺 就是二十七坪 房子本身是八十六平方公尺 然後約二十六坪 土地跟房子都是擁有私有權 然後喊平面車位 閑進駐在區 那離最近的電車步行約十分鐘 這樣其實算是日本普通中的普通的一幅件 那 有提到說 原本我的期望是兩千萬日幣 但是因為 這個物件真的 我就相當喜歡 然後相當好 那我就決定說 我要 加把勁 然後 賣上去 那各位猜猜看是 多少錢呢 好 那 那賣關子 這邊就 講出來了 當然是 兩千四百萬 如果是折了台幣的話 大約是 五百九十五萬 就是六百萬以內 那其實 這主要是因為 日本的房價 只要不是蛋黃區的話 其實控制的都相當不錯 我個人感覺 對 不然的話 依照我的 經濟力應該是 沒辦法在台灣買房的 好 那這是一個很難得的開箱 接下來 就是要在日本更努力打拼 對 我相信 我們一定都會 可以撐過這波疫情 然後 大家都要擁有更美好的未來 一起加油